来了 来了 一个个眼睛都亮了起来 只见传颂阵光芒亮起 跟着 那传颂阵内 便出现了一群人 为首的一人 穿着轻衣 看似朴素 可如果仔细看 便能发现 这轻衣的丝线 都是采集东海神龙的龙须 炼制而成的 他脸上 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 可是来迎接的一群人 都能感觉到 这青年那种自然的贵气 那是少颜氏那种古老部族 培养下一任领袖 才有的真正贵气 像少颜农这种地位的 在大夏王朝 都是被称呼为四大公子之一 即便是大夏王朝的皇子皇孙们 也必须是地位高的 才能和他平起平坐 一些空有皇族身份 却没什么地位的 都没有资格和少颜农 结交的 少颜公子 北山印笑着行礼 少颜公子 东石仙人也是行礼 少颜农看了二人点头 北山印 东石 上次在王都见你们 转眼都过去了好久了 这次我来安禅郡 还要麻烦你们 真是惭愧啊 能够帮少颜公子 是我等的荣幸啊 北山印东石仙人 都先后说道 他们俩都情不自禁 看了一眼那少颜农身侧的一人 在少颜农身侧 站着一名皮肤有黑 瘦高眼眸狭长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散发的气息 让北山印东石仙人 都暗暗吃惊 神魔 是神魔 北山印东石仙人 都迅速确认 不过 豢养神魔 对少颜氏这种 古老部族而言 不算什么 毕竟 这等古老部族 在这一方大世界 刚刚形成没多久 就已经开始兴盛 早就不知道 捕捉了多少神魔了 神魔虽然傲骨 可面对死亡 还是有很多神魔会臣服的 少颜公子 东石仙人指着身后一群人道 这些 我都已经嘱托过 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有两名万象圆满真人 和百名子府修士 少颜公子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他们 哦 这两名万象真人 也是我应龙位的二爪应龙位 二爪应龙位 少颜农听了点了点头 能成二爪应龙位 至少能媲美一般的元神道人 算是有用了 至于那百名子府修士 不过仅仅是炮灰罢了 不由见过少颜公子 一名乱发青年恭敬道 雪红衣见过公子 一红衣少年也恭敬行礼 少颜农轻轻点头道 这次便麻烦二位了 能为少颜公子效力 也是我等荣幸 雪红衣和不由真人都谦逊说道 在另外一边的北山印监壮 也开口说道 我也安排了数十名万象真人 和百名子府修士 他们进阶都是死士 忠诚不二 十名万象真人 或许不如那雪红衣和不由 可若是联手 便是元神道人 也得退避啊 死士 少颜农听了顿时眼睛一亮 露出了笑容 让修仙者当死士 是非常艰难的 一般先是训练死士 而后将死士培养成修仙者 可死士的心性 要在修仙路上走远 是非常难 所以北山印能够送出 十名万象真人死士 绝对算是大理了 毕竟 应龙卫分布的东石仙人 虽然安排了雪红衣和不由 可显然仅仅是帮助他 不可能当死士的 这是我儿 北山湖 从未见过少颜公子 早就听闻少颜公子大名 此次应是央求我 让我带他来见少颜公子一面 北山印微笑着道 见过少颜公子 北山湖激动万分 脸声说道 少颜农 轻轻点头 北山湖 嗯 我记住了 简单的一句话 便让北山湖 兴奋万分 少颜农 看向东石仙人和北山印道 此次我来安禅郡 也是不足对我的小小考验 所以也不适宜大张旗鼓 有两位赠予我一些人手 我把握变大了 此次考验 我也松懈不得 所以就不在这儿多逗留 你等也不必送了 那我等 祝少颜公子胜利归来 再为少颜公子你庆祝 北山印东石仙人 也就目送着少颜农等一大群人离开了 传宋镇旁 只剩下北山印 北山湖 东石仙人三人 当然 还有一些负责维持镇法的老仆 不过刚才说话时 东石仙人就自然引动天地力量 隔绝了生意 那些老仆根本不知道 之前到来的是什么人 父亲 我们送了死士 少颜公子就这么走了 北山湖眨了眨眼睛 北山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道 能收 便算是你的运气了 现在他还经历考验 正需要人手 他会收 等将来他成了羽神功 成为整个大夏王朝 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送他的 可就瞧不上眼了 现在送上一分 能抵得上将来送百分千分 北山湖若有所思 走吧 回去 北山印吩咐道 通铁暗红色的巨大战船 古朴万分 飞行在高空 战船内 有着子府修士 共六百 万象真人 十余人 少颜农 和一旁的黑兽 狭长毛子中年人 都站在船弦旁 摇看万里大地 雪红衣 不摇 少颜农问道 你们安禅郡 可有哪些厉害人物 元神道人 仙人就算了 不算仙人和元神道人 雪红衣答道 在我安禅郡内的 万象真人中 真正强的 首先当属 天才汇聚的黑白学宫 最厉害的那几个 当然 猎天剑派 木兰室 猎龙室内 都有培养的精英 不过 这也是这些 势力的真正种子 让他们冒险 怕是男 少颜农轻轻点头 雪红衣 是雪龙山年轻一代 最优秀者 因为雪龙山 在整个大夏王朝 是小宗派 所以雪红衣 甘愿当马前卒 而那些更优秀者 可就不一定了 咦 旁边的布游真人眼睛一亮 看样子 要到燕山地界了 在燕山中 有一爵士天才 是黑白雪公 万象真人中 最顶尖的 便是北名真人 纪宁 听到纪宁的名字 雪红衣 顿时眉头一皱 纪宁 少颜农 也露出了好奇之色 我倒是从未听说过 不由 你说说 此人如何了得 少颜农好奇问道 雪红衣在一旁 虽有着布渝 却也只能摆在心底 此人乃是剑术天才 出入黑白雪公 在论道之中 就击败了好些师兄师姐 最后 还是转世仙人 火红仙子余威击败了他 而现如今 他实力更是了得 就在前不久 还击退了雪龙山 三大元神道人之一的 雪宇道人 雪龙山 红衣 你是雪龙山的吧 可有这事 雪红衣憋屈郁门得很 可还是低声道 是有这事 雪宇道人是何等境界 少颜农追问 他生活在大厦王都 对安禅郡内一个 小门派雪龙山的 元神道人 哪会知晓 雪红衣低沉道 元神圆满 哈哈哈哈 这纪宁 的确值得一见 少颜农笑着点头 这一次出来 是部族对他的重要考验 甚至部族 也不会给他多少助力 真正从部族带出来的 只有从小就保护 他的老仆 向柳芳 至于其他人手 都是让别人主动献出的 此次考验 颇为麻烦 老仆需要贴身保护他 所以他还需要些厉害手下 请元神道人 仙人 少颜农很不放心 因为一些逆天的元神道人 甚至有仙人的战力 恐怕可以在一瞬间 就灭伤了他少颜农 他是绝对不允许 这种威胁存在的 所以他只能请万象真人 再厉害的万象真人 实力也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元神道人中的一些逆天者 却不在可控范围内 修仙者是无法从表面看出实力的 即便一名元神道人名声不鲜 谁知道有没有什么隐秘的秘书 还是请个万象真人好 安全 刚好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可越是厉害的万象真人 也是很难请的 少颜公子 这既您修炼乃至今 不过三十年 怕是很难猜到 雪红一连声说道 而且他孤傲得很 之前连我雪龙山的面子都不给 如此去请 他如果怠慢了少颜公子 哈哈哈哈 他不给你雪龙山面子 还会不给我面子吗 少颜农看了他一眼道 红衣 我瞧得出他和你们雪龙山有些矛盾 不过既然来帮我 过去那些事就不必多想了 雪红衣只能低头硬道 是 走吧 去瞧瞧那个纪宁 少爷能笑着 颇为期待 一蛇湖铭心岛 书房内 纪宁正一笔一画写着字 秋叶在一旁 默默伺候 而酒莲也站在一侧看着 哦 纪宁手笔 露出一丝微笑 写字的确是一种享受 特别是将自己对剑法的领悟写出来 这种感觉很爽 秋叶 拿去烧掉吧 纪宁说道 是 公子 秋叶当即开始拿起纸张 秋叶 酒莲也道 拿到旁边屋子烧掉 我和纪宁有些话要说 秋叶点点头 乖乖退了出去 屋内只剩下纪宁和酒莲二人 有什么隐秘事情要避开秋叶的 纪宁将毛笔悬挂好 看了一眼酒莲 酒莲看着纪宁道 纪宁 你有没有觉得 你对秋叶 有些过分的亲密了 纪宁已争 我看你对秋叶 跟对我都没多大差别 我才是你的道理 他只是你的侍女啊 哈哈哈哈 你想多了 不是 我没想到那般小气 只是 你注定了将来实力会越来越强 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跟随你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多手下 怎么管好 就必须得有规矩 没有规矩 如何能成 地位尊卑 都必须清清楚楚 秋叶是侍女 那就是侍女 如果尊卑不分 这不就乱套了 从小在东檐室内 学习到的一切 让酒莲认为 地位尊卑 是必须得分清的 仆人 就是仆人 即便宠溺仆人 仆人 也得遵从仆人的本分 你想说什么 记宁眉头一皱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以后实力会越来越强 即使也会逐渐变得强大 一个大部族 就要有大部族的样子 你作为这个大部族的阵族存在 你身边的人尊卑 更得分得清楚 而你呢 不谈秋叶了 就谈一些普通普从 你竟然还和他们交谈 说话 那些只是些凡人普从 何必理会 记宁喝道 好了 九连一争 个人有个人的处事方式 至于秋叶 她虽然是侍女 可在我心中 她就是我姐 记宁看着九连 九连咬牙 二人生活环境不同 记宁前世 便是从地球而来 自然是处事方面 有很大的区别 你这样将来 会被人笑话的 九连皱眉道 笑话 谁笑话我 记宁看着九连道 而且 何必在乎别人笑话 我就是我 当我真正名震 整个大厦王朝时 恐怕我的一言一行 反而会受到推崇 九连 难道你现在还没看透吗 即便是品行低劣 可如果 她是一名真贤 依旧会让一个个部族 去舔食她的脚趾头 而如果她是一个凡人 即便她的一言一行 如何的符合你所谓的大部族的要求 也只会是一个笑话 放眼三界 实力才是根本 有实力 才是大能者 记宁看着九连 九连感觉到记宁眼中 那种强大的决心和强大的野心 九连低头了 好吧 不说了 将来你会自己明白的 九连转头就朝外走去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波动 从远处弥漫开来 嗯 嗯 记宁九连都转头朝远处天空看去 他们都感应到了这股波动 二人虽然之前争论一番 可还是一起朝天空飞去 半空中 记宁九连木子硕 余威苍江镇人都飞了过来 谁啊 记宁一眼看到远处半空中 那艘古朴的大船 大船上有着战旗列列 上面有着少延二字 少延是 九连一惊 是少延是 苍江镇人也同样大惊 至于纪宁木子硕余威 却根本没听说过 都显得懵懵懂懂 苍江镇人连声传音给众人道 师弟师妹 小心点 这少延是 是整个大夏王朝 都能排在前十的强大部族 部族内 很多族人在大夏王朝内围观 对这一方面大世界 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们部族内 更有整整三个封侯 那三郡封地 也是远超安禅郡的 九连也是传音道 少延是单单论封地之大 便近百倍于安禅郡 底蕴之深 据传这一方大世界 刚刚诞生不久 少延是 就已经开始兴盛了 在漫长的神魔时代中 少延是 都是无比强大的 纪宁木子硕 鱼威 听得都是正差 太牛了吧 木子硕眨巴现眼睛 一部族 三封侯 纪宁看过整个大夏王朝的地图 其中 的确有三郡封地 都是少延式的 那三郡封地 是完全分散在三个地方 每个郡封地都很大 属于超大的郡 这么厉害的部族 他的战船 怎么会来到我一蛇湖这 纪宁 疑惑万分 这时远处的那艘古朴战船 直接变形 分出一条通道 一名轻衣男子 身侧跟着有黑高瘦 眼眸狭长的中年人 在后面 则是跟着雪红衣 不由等一众万象真人 和子府修士 雪红衣 纪宁一眼认出来了 雪红衣 也看了纪宁一眼 大家小心点 就连传音道 那青年男子 是大厦王都 四公子之一的少延农 这少延农地位不凡 不出意外 就是下一任 少延式的首领 成为新的鱼神功 纪宁木子硕 苍江真人鱼威 都暗暗则舌 下一任 少延式首领 如此厉害人物 东延云 见过少延公子 九连微笑道 哦 你认识我 少延农惊讶 东延云 难道你就是 东延市的那个九连 正是 九连点头 少延农微笑点头 他从小被栽培 对着大厦王朝统领的 一方大世界中 一些顶尖大势力的 重要人物 都会熟悉的 九连 是下任东延市的首领 他自然也会熟悉 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此刻略一回想 便完全记起来了 九连 你倒是比我当初看的画上 要漂亮得多 那画上的你 可要稚嫩得多呀 少延农笑着道 九连一笑 随即道 我给少延公子你介绍下 这位便是我的道吕 浸宁 道吕 少延农一争 随即点头 的确是一对碧人 这是我的师姐 火红仙子余薇 也是转世仙人 九连指向旁边的 黑衣少女余薇 少延农看得眼睛一亮 九连已经算是 容貌气质俱佳的美女了 而火红仙子余薇 却更胜一筹 令经常在大厦王都的 少延农眼睛都亮了 这是我的师兄 苍江镇人 也是转世仙人 这位是我的师弟 穆子硕 九连刚说完 纪宁穆子硕 余薇 苍江镇人都心里道 见过少延公子 少延农也点头 也能看出 这群人个个不凡 那不由真人 更是悄然传音道 恭喜少延公子 这火红仙子 苍江镇人 也是黑白雪宫中 最顶尖的天才 足以和纪宁媲美呢 少延农看向纪宁等人 微笑道 说来 我倒是一事 想请几位帮忙 纪宁等几人相识 少延公子请说 纪宁开口 少延农道 此次 也是部族对我的一个小小的考验 让我去探一座古老的仙府 至于 我能请到哪些人帮忙 部族也不会多管 我也不隐瞒你们 这座仙府 是一座天仙的府邸 虽然天仙死去 不知道多久 可是里面 危机重重 一些困在里面 无法出来的妖兽们 不断繁衍 怕也盘踞了不少大妖 还有其他一些危险 也是未知 所以 我需要一些人帮我 你们若是帮我了 我自然是记住这一人情的 话一出口 就让纪宁 木子硕 久连余威 苍江镇人 面色都变了 天仙府邸 虽然这无尽大地上的 仙人府邸有很多 可一般都是些 散仙地仙建造的府邸 地仙散仙的府邸 对一般的子府修饰 或许吸引力很大 可对纪宁他们 吸引力就小多了 毕竟纪宁他们 能接触到很多活着的散仙地仙 比如纪宁师父 就是殿才仙人 可天仙府邸 那就完全不同了 诸位怎么看呢 苍江镇人传音道 九连传音道 少延农 乃是大厦王都四公子之一 他正的身份 说会记住我们的人情 就肯定会记住 单单为了一人情 我觉得也可以帮他一次 一旦他成了下一任羽神功 稍微帮我们一点 益处便无穷了 别急 他身边的那个仆从 给我的感觉非常危险 纪宁传音道 他早就冥冥中感应到 那股威胁感 就是那个仆从带来的 他有如此厉害仆从 却还需要我们帮忙 还是别急着答应 再细细想想 嗯 有理 苍江真人应道 我听师兄呢 木子硕倒是干脆 嗯 且看看他怎么说吧 虞威也是如此道 虽然九连比较倾向于答应 不过显然在这群同门中 纪宁的影响力更大点 主要是一群天才在一起 一般更看重实力 他们几个人中的实力最强的 还是济宁 余威 苍江三人 少爷浓看济宁五人的表情 知道对方未曾心动 便又道 这天仙 名叫乌江仙人 是一名水族大妖得道成了天仙 当年也是声名远播 后来在三界中和其他仙人交战中 身死盗销 这天仙府邸的仙府之药 则是被我少岩氏得道 不过 我少岩氏也没急着去探查 所以可以肯定 自乌江仙人死后 还没谁进去过 而仙府是一个仙人的老巢 比如一些灵药园 比如一些珍贵法宝 灵丹 奇才 定是很多 说不定连仙界法宝都会有的 听到这儿 余威苍江镇人眼睛都亮了 既您和穆子硕也不由心动 仙界法宝 是啊 三仙地仙 大多都是仙界法宝 可天仙 却是肯定有的 而且还不止一件 在老巢内留有仙界法宝 也是有可能的 我此次的目的 就是掌控这座仙府 至于仙府内的所有宝贝 只要你们得到 就归你们 我绝不会抢 即便我真的想要 我也会提出一个 让你们满意的换取条件 绝对不会强迫 少延农看着 济宁众人 继续说道 这是我的承诺 也是我少延氏的承诺 济宁等人一个个眼神交流 悄然传音 可以去看看 沧江这人传音道 有仙天仙仙府 本就机遇难寻 如这少延公子说的 没有仙府之要 根本没法进 我们这次可以跟得一起进去 机会很难得的 他是少延氏的公子 这以少延氏向我们承诺 还是值得信的 于威也传音道 我听师兄的 木子硕 依旧如此 济宁 久连也看向济宁 济宁也心动了 少延农看着几人神色 又加了句 据我所知 这乌江仙人 虽是大妖出身 却是一名妖剑县 在剑道上成就颇高 想必在他的老巢内 也会有剑术流传下来吧 济宁眼镜一亮 看来济宁师弟动心了 苍江镜人传音笑道 诸位说说吧 我觉得可以去 可以去 于威也道 虽然会危险 但是少延氏 敢让他们家这位公子进去 危险也不会太夸张 去 久连也传音道 木子硕看向纪宁 去吧 好好看看 纪宁点头 好 我也去 木子硕也露出了笑容 苍江镜人作为一众人 岁数最大的 便开口说道 少延公子 我等五人 愿意随你一起 前往乌江仙府 哈哈哈哈 好 少延农眼睛都亮了 一排手掌 愉悦地说道 有五位帮忙 此次 定能攻城 诸位有什么要准备的 可以速速准备 我们要尽快出发 前往这乌江仙府 我们没什么事 苍江镜人笑着道 恐怕纪宁师弟 要稍微安排一下 纪宁师兄 你去安排下吧 我们在这等你 木子硕也是笑着道 他们都是客人 自然可以随时离开 纪宁 倒是要安排下 不足的事 请诸位稍等片刻 纪宁当即化作流光 直接飞向了明星岛 明星岛上 秋叶小青白水泽 他们早就在这等待了 怎么了 那人是谁啊 小青问道 纪宁则是看向秋叶 秋叶 那乘坐站船而来的 是一位古老大部族的 少园式的公子 地位极为尊贵 他请我和师兄师姐 他们帮他做事 我要暂且离开些时间 明星岛上的一切 就交给你了 至于纪室 你也帮我传话 要不了多久 我会回来 嗯 秋叶乖乖点头 纪宁要干什么 秋叶只会默默支持 走吧 小青 白说 纪宁笑道 走喽 小青立即化作一道雾气 瞬间缠绕在纪宁手臂上 化为一条小蛇 而白水泽 是默默跟随在纪宁的身侧 出去冒险 自然要带着灵兽 倒是要瞧瞧 这天仙覆地如何了的 纪宁有着期待 忽然心中一动 谨慎起见 还是将这宝物带在身上 据传有些地方 宝物都无法从储物法宝中取出来的 纪宁手中出现一黑色闭环 而后套在了手臂上 兽皮法袍迅速覆盖 遮盖住了 这黑色闭环 乃是纪宁在水府得到的两大奇物之一 这次前往天仙府邸 纪宁心中还是很有把握的 因为他闯过水府战神殿第四层 以及神魔炼体 达到万象层次 这两次选宝物的机会 竞选的都不是地界法宝 而是护身奇物 按照那黄毛大雄的话说 小心点 当初那雷斩 就是死在万象真人期 万象真人 在修仙路上不上不下 算不上弱者 可也算不上大高手 正是最可能死的一个阶段 这护身奇物 虽然只能使用一次 可威能却非凡 足以抵得上你一条命 当第三次纪宁选的时候 黄毛大雄更是说道 这件护身奇物是最适合你的 乃是当年三寿道人一时念起 亲手制造的 纪宁除的第一次选的是寒鸣建镇 第二次和第三次选的都是护身奇物 须知 单单一套寒鸣建镇 价值就极其高昂了 至少是超过电材仙人赐予纪宁的护身宝物的 电材仙人当年给纪宁的护身宝物 对现如今的纪宁而言就有些不够看了 而这次纪宁选的两件护身奇物 价值都不必含名剑尿低 且水浮出品自然繁品 有这两件护身奇物 倒也足够应付突发危险了 纪宁暗暗道 走 纪宁手臂上缠绕着青色小蛇 身后跟着白水泽当即飞向高空 纪宁你也有灵兽啊 在战船上等着纪宁的少颜农 一看到纪宁手臂上的青色小蛇 顿时笑了 我也有一头灵兽 来吃货 顿时 少颜农的手臂皮肤 开始冒出一条赤红色的蛇头 这赤红色蛇头有着一根独角 眼睛也泛着金色 赤林囚龙 纪宁等人都暗暗吃惊 神兽们都是有神魔血脉的 可也有高低之分 正常的神兽都是在子府阶段化形 如白水泽空青蛇都是如此 而传说中一些真正的强大神兽 甚至等成了天险才能化形 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一些神兽 赤林囚龙 名气极大 需要达到元神阶段才能化形 可比空青蛇白水泽高贵多了 赤林囚龙看了眼空青蛇白水泽 随即又埋头融入皮肤中 哈哈哈哈 吃货还未曾化形 所以也闷得很 少爷农坐在巨大战船的最高层电厅的主位上 纪宁等人也都分而坐下 来来来 我们共饮些美酒 等我们进了乌江仙府 可没现在这般逍遥自在了 敬少爷公子 苍江真人 纪宁 木子硕 鱼威 酒帘都举备 坐在最下手的雪红衣 不由真人二人也同样举备 哈哈哈哈 少爷农笑声振振 显然心情极好 他当然心情好了 虽然雪红衣不由真人 算是二爪硬龙位 可是和黑白雪宫最顶尖天才纪宁 以及两名转世仙人渝威 苍江真人比起来 还是差一筹的 顺道去了下燕山一蛇湖 就一下子请到了五个帮手 且个个不凡 即便稍差些的木子硕 都是傀儡之道天才 走傀儡之道的 本就擅长越街而战 酒帘更是东檐市下人 首领 怎么可能没一点力还手段护身呢 一路饮酒作乐 纪宁等人也陪着 仅仅两日功夫 便到了乌江仙府隐匿的所在 乌江仙府就在远处的天游山脉中 站在传闲旁的少颜农 摇指远处磅礴山脉 意气风发 纪宁等一众人都摇摇看着 也充满期待 天游山脉 磅礴浩瀚 连绵十余万里 乌江仙府隐匿在山脉中 即便靠神石搜查 他也要上十天半月 少颜农眼中有着期待 不过我有仙府之要 只要靠近他 就能感应得到 诸位稍作准备 等进了这仙府 可就真的危机重重了 一旁的修仙者们都点头 终于要进了 木子硕眼睛发亮 是啊 天仙腹地 纪宁也颇为期待 纪宁 旁边的酒莲悄然传音 纪宁转头看向酒莲 露出笑容 也传音道 师姐 什么事还特地传音 等进了这仙府内 你可得好好展露手段 并且也得多亲近亲近 那少颜公子 能碰到少颜公子 也是机会难得 错过了 以后想再碰 可就难了 酒莲嘱托道 之前的两天 你都浪费掉了 进入仙府后 你可再也不能怠慢了 纪宁皱眉 师姐 别生气 我知道你的脾性 你不喜欢奉承人 可我也没有让你奉承人 我只是让你和他多亲近亲近而已 静灵你要知道 你的实力肯定比那雪红衣要强 可是这两天在战船内 雪红衣经常和少颜公子说话 他和少颜公子的关系 可就近得多了 而你则是在一旁 几乎不吭声 你这样实在是 师姐 我 等我说完 这交情之所以叫交情 就是要彼此相交 彼此多多交谈来往 这样才能产生交情 并非你帮了他 就有多大的交情 那最多就是一个人情罢了 仅仅如此 人情用完就没了 而交情却是长久的 你性子孤傲 不屑去奉承 可少颜公子比你更傲 这样一来 你俩彼此交谈 就少得可怜 我问你 假定你是少颜公子 一个和你说话都少得可怜的人 你会和这人有多大的交情吗 即便他帮了你 恐怕你也不会怎么待见他吧 既宁一争 就无连师姐说的 也的确有道理 人的亲疏远近 可分为陌生人 熟悉 朋友 知己 生死好友 仅仅谈上两句的话 你和少颜公子 连熟悉都算不上 依旧算是陌生人 而那雪红一 经常和少颜公子交谈 之后还为少颜公子出生入死 说不定彼此就能成了朋友 等进入仙府 或许你的功劳比他大 可在少颜公子心中 却更亲近雪红一 而不是你 现在这少颜公子 因为接受不足考验 所以需要你帮忙 对你还算客气 可等将来他经过了考验 特别是等到将来 他成了新一任羽神功 恐怕这少颜公子 看都懒得看你一眼 你请他办事 如果是小事 他会点头还你一个人情 可是如果你请他办的事 太麻烦 他恐怕见都不见你 对于新一任羽神功而言 即便是仙人 也难以见到他的面目的 酒连看着纪宁 师姐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纪宁也是传音道 人情用道就没了 交情是长久的 不过 我是我 我不是你 我不喜欢刻意去亲近 一切自然而然 如果能和这少颜公子 成朋友 自然是好事 可如果成不了朋友 也没什么 机遇 机遇来了 自然得抓住啊 酒连交集传音道 一辈子能碰到几个大人物 错过了就没有了 修仙之路 靠的还是自己 纪宁则是摇头道 可关键时刻 别人帮你一把 你在修仙路上 才能走得更远呢 师姐 刻意去亲近别人 讨好别人 只会影响我的道心 反而得不偿失 你 个人有个人的道 师姐 你不必强求 师姐 我从未强求过你 我也希望你别强求于我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酒连一争 对 前不久在明星岛上 关于地位尊卑 二人就有过争论 那也是两个人第一次闹得不开心 我也是为了让你能够成就更高啊 酒连眼睛都有些泛红了 好了 纪宁握住酒连的手 朝酒连笑了笑 一旁的余威 注意到了纪宁和酒连彼此手牵着 眉头微微一簇 随即扭头看下外面那茫茫的山脉景色 这纪宁还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气 雪红衣撇了那彼此牵着手的纪宁酒连一眼 暗暗咒骂 明明少颜公子此次前去探访仙府 根本没这纪宁的事 可现在 却让这纪宁也上了船 而且 竟然他还和东颜云结为了道旅 雪红衣一开始不知道酒连的背景 可这两日在船上一起在宴席上 少颜农和酒连的交谈 才让雪红衣知道 这酒连竟然是东颜市的下一任首领 顿时让雪红衣无比的妒忌 当初一个济世小子 竟能处到这一步 雪红衣内心也忍不住有些妒忌 当初济宁击退雪宇道人的消息传开 就让雪红衣难以置信了 他无法相信 当初一个他能捏死的小子 现在比他还强了 现在济宁也结识了少颜农 又跟酒连结为道旅 这济宁死在乌江仙府就好了 雪红衣暗暗咒道 雪红衣暗咒道人的消息传开 雪红衣暗咒道人的消息传开